那么我们上午呢 首先呢就是我们上午的话 讲了一个例子就是关于那个 一个是倒计时的 一个弹框的例子是吧 倒计时弹框的例子啊 那么是复习了前面的那个 这个定时器 通过定时器来做了一个例子啊 那上午呢我们就开始 说了这个什么呢 就是关于这个J.Cory这个函数库 是吧J.Cory函数库啊 这个函数库的话就是我们 实际上是前后端的一个通用的 这个函数库啊 就是后端的话那么它实际上是 也有很多的这个J.Cory编码啊 J.Cory用的这个库的话 一般是用J.Cory 所以说它是前后台通用的啊 就是说我们在实际开发中 如果是前端跟后台配合的话 也是要用这个J.Cory库的 所以说这个J.Cory库是比较有用的啊 这个J.Cory库的话 它目前是什么呢 是应该是全球使用什么呢 比较什么覆盖率比较大的一个 J.Cory库是吧 那么有46%的这个覆盖率是吧 排名前100万的什么网站 有46%的覆盖率啊 这个覆盖率实际上是很大的啊 没有那个J.Cory库有这么高的啊 就是这个J.Cory库为什么有这么大覆盖率呢 因为应该是什么呢 它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J.Cory库的这个设计啊 设计就是比较好用是吧 比较好用的话 慢慢获得的所有的这个开发者的这个欢迎吧 是吧 就说就相当于一个产品一样的 是吧 一个产品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很多产品有同类的 是吧 那么最终用着用着 可能就用那么一两个 可能就留下来了 其他的产品都死掉了 是吧 是这样子的啊 我们这个J.Cory库也是一样的 那么之前还有很多其他的产品 其他的库 比如说 以前还有什么的什么 那个什么下化线库啊 还有什么Prototype库啊 都是什么J.Cory库啊 耐库的话 现在什么都销声利机了啊 基本上用的比较少了是吧 那么现在的话 就是基本上的话 前端 这个J.Cory库是前端首选的一个J.Cory库啊 我们这个J.Cory库的话 那么目前的版本有这三种啊 就是有什么 有这个1.X版本的 还有2.X和3.X版本的 那么的话 就是1.X它是兼容的话 是兼容D版本 是吧 2.X和3.X就放弃了 放弃了就是 放弃了支持D版本 是吧 那么可能到一定时候了 可能大家会用到2.X的 那么就是D版本就不考虑了 就到 可能是到一定时候啊 D版本流浪期就不用考虑了 可能是用的人越来越少了 是吧 越来越少了啊 目前的话 还是用了这个1.X版本 那么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这个 1.什么 1.2.2 这个版本 是吧 1.12.2 好 我们今天的话就 比如说 到这个版本库里面 今天没有打开是吧 今天在这打开了 比如说这个地址是吧 这个地址里面 那么的话 有这么多什么呢 这个版本 JCORID的版本 那么如果你想下这个版本的话 比如说这是1.X的吧 这是2.X的 然后是3.X的 是吧 然后的话 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未压缩板 是吧 什么uncompress的 是吧 未压缩板 是吧 然后这个mini file 这个应该就是压缩板 是吧 好 那么如果说你想下这个版本的话 是怎么呢 点这个什么呢 比如说点这个mini file 是吧 点这个mini file 之后 那么 它这里是不是有一个链接的地址 是吧 你这个地址的话 也可以直接放在页面上 放在页面上之后 它怎么样 它是引用远程的吧 这是一个远程的地址 是这样的 远程地址 如果说你想什么 你想真的把它下下来 可以这么做 是吧 你把这个地址复制一下 是吧 可以把它复制一下吧 复制一下 是吧 复制一下 然后怎么样呢 到这个地址栏里面 然后粘贴 是吧 粘贴完之后回车 是吧 回车之后 这个 这后面这个参数不要吧 后面这个参数不要 这个吧 是吧 再回车 好 这是不Jekory啊 是吧 好 就是刚才复制的时候 什么呢 就不要后面的参数 就这个就行了 我把参数也加进去了 这个地址吧 这个地址 复制把它放到 这个地址栏里面 然后这个是不是 Jekory的 这个 借着是库 它是一个压缩板的 是吧 好 这个时候什么 按Ctrl加S 是不是可以把它存下来 是不是可以存下来 就这样下就行了 是吧 这是不是下下来了 把它存到一个地方 是吧 点保存 就会下下来 这是下在这个Jekory 是库的这个方法 它是建议你什么 用远程的方法来引用吧 是吧 那么有时候这样引用怎么样 就慢了 是不是这样的 慢了 它下 90多K还是得一会儿下了 是吧 如果没下下来的话 你这不公的就出不来 是吧 那么建议还是放到本地 是吧 放到你的这个项目的文件夹里面 最好 是吧 就这么下 刚才这个 是吧 这个地址 这个地址就行了 好 这是关于这个 这个榜本库的这个地方 好 这是关于Jekory的这个 这些 相关的东西 那么Jekory就是说 有个愿望就是什么呢 它就是让你写的少 做的多 是吧 写的少 做的多 那么我们上午的话 也演示了 是吧 好 那么上午的话 就还说到的是 关于这个Jekory的 这个家宅 是吧 我们Jekory的话 和原生是一样的 那么就是说 你在头部写JS的话 怎么样呢 头部写JS 如果写一般JS可以 如果你写获取元素的JS 不行吧 因为你获取的时候 什么 元素还没有加载吧 所以说 必须把这个写的 获取元素的语句 写在一个里面 是吧 那么Jekory的话 是一个ready 是吧 dollar document.ready 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怎么样 把那个获取元素的语句 写在这里面 就没问题是吧 如果你包起来 不包起来的话 怎么样 一定一样有问题吧 是吧 因为元素还没加载 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 当这个页面的节点 全部加载完之后 就当页面的标签 全部加载完之后 怎么样 在跑这里面的语句吧 是吧 这个就没问题了 那么这个 dollar document.ready 然后function 它是怎么样 它可以简写吧 简写成下面这一句 是吧 直接dollar 什么一个括号 翻个写就可以了 好 这样的话就可以什么呢 就写的 写的比较少吧 没必要写这么多 是吧 这样的话就是说 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页面的标签 全部加载完之后 然后这样怎么样 执行这里面语句 这两个功能是一样的 但是一般的话 我们用这个解写方式 是吧 好 这是关于jecory 然后的话 这个ready是什么呢 它比window onload要快吧 是吧 它们两个是原理不一样 是吧 window onload是什么呢 就是整个页面加载完之后 然后的话渲染完之后 怎么样 再运行吧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页面的标签 加载完之后 还没等渲染 它就执行了 所以说它比onload要快 实际开发中 我们也是用的ready 实际开发中是用的ready 而不是用的window onload 那么实际开发中 比如说有些页面 你如果用window onload的话 那么非常棒 非常棒 我们曾经也测试过 比如说项目里面的页面 你用window onload来写的话 这个结果 这个等半天才能出来 所以说我们一般 还是用ready来写的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就是 我们说到的是 这个jecory选择器 是吧 这个jecory选择器的话 那么它这个地方 就设计的比较什么呢 就是这个比较好学习 是吧 它的选择器 跟我们的css是一样的 是吧 比如说我们css想选一个 id是myid的一个元素 我们是这么写的 是吧 然后对它写样式 是吧 写一个花号号 然后给它写样式吧 然后我们在jecory里面 我们用gss来选择这个元素 也是一样的写法 是吧 跟样式是一样的 比如这是id啊 然后是 这是类 是吧 这是标签 这是层级 层级选择器吧 这是层级选择器 这是属性选择器 都一样的 就是样式怎么写 我们这个jecory里面怎么写 所以说这个是什么 没有什么学习难度的 是吧 所以说它不会增加你的学习难度 就是它比较什么呢 比较好用 好学好用的一个地方 好 那么的话 这是关于这个选择 选择完之后怎么样呢 对选择集 有时候选择太多了 我们就各选择进行过滤吧 过滤的话 那么有这么多 是吧 大概常用的可能就这么多 是吧 比如说这个has 或者这个eq 是吧 这两个是吧 这个lot和这个filter 是吧 可能用的不是太多 就是过滤一些 是吧 过滤一下 比如说这个drv 选择所有的drv 选择所有的drv之后怎么样呢 我们需要 假如选择第六个 是吧 第六个drv 那么就是eq5 是吧 这个的话是从零开始数的 好 那么过滤完之后怎么样呢 这是过滤完之后 还可以什么呢 对选择集进一个转移吧 转移之后怎么 转移到另外一个标签上面去了 这是转移 好 关于这些用法的话 我们后面会 会用实际的例子来验证 所以后面会经常用的 所以说大家是对一部分 先做一个了解 好 这是关于这个选择 好 我们选择的元素的话 jequery选择元素 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如果你没有选中的话 它也不会报错 是吧 比如说这个 仅靠drv2 它没有 它这一句也不会报错 就不会影响到 程序往下运行 比如说这两句 就是可以运行的 如果是原生的话 如果这一句错的话 那么程序就崩了 是吧 它不会往下走了 好 这是它的 那么我们如何判断 是否有选中呢 我们就用这个认识属性 是吧 认识属性来判断这个元素 到底有没有选中这个元素 认识的这个值 如果是 如果是一的话 是表明选中了 一 或者是大于零 是吧 一或者二或者三 如果是选中多个 是不是大于一啊 是吧 选中多个大于一啊 好 如果是什么呢 如果是这个零的话 就是表示没选中啊 没选中啊 通过这个两判断就行了 好 这是关于这个选择啊 选择里面的话 应该是 不是太难 是吧 不是太难 就是说我们可能要 对这几个 要稍微熟悉一点 是吧 好 这几个可以直接写 是这样的啊 直接写啊 好 那么的话 我们说到了 是Jekory里面的 就是常用的一个 什么呢 方法吧 常用的一个方法 就是试验词方法 是吧 就是我们选了元素之后 要干嘛 是这样的啊 一般是选完元素之后 怎么样 要给它设置样式吧 是吧 改变它的状态 是这样的啊 那么这个SHS方法 怎么样呢 它可以什么 这个是读吧 这个是读啊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SHS 写了这个wise 但是我不写直 是吧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要我把这个值读出来 是不这样的啊 这个意思是吧 写了这个color 但是你不写直 就就你要让我什么样 把这个color读出来啊 这是或许 相当于是读是吧 也叫获取是吧 好 那么还有一个是设置 设置的话 相当于是写是吧 写入是吧 设置的话是什么呢 先写什么呢 属性再写直吧 先写属性再写直啊 好 那么上路的话 这个好像没有演示是吧 如果是什么呢 如果是一个属性 和一个直的时候 看一下 可以这么写 看到没有 那么这个地方 是没写花货号啊 如果你没写花货号的时候 可以什么 写一个属性 加一个逗号 再写一个直啊 如果是多个属性 和多个直的话 还是要写成什么 字典的样子吧 写成你们字典的样子啊 类似于字典的样子 比如说属性冒号 这里是逗号啊 这里是冒号是吧 属性冒号直 然后打个逗号是吧 第二个属性 然后冒号 然后是直啊 多个属性的话 用这种方式 单个属性可以用这种方式 也可以用这个字典的方式吧 你用一个什么 这个画货号 然后写一个属性 和一个直 是这样的 那么写个冒号 是吧 好 这是关于这个 一个是读 一个是写啊 那么我们的 JCORRY里面怎么样呢 这个 这些函数 都是这么设计的啊 就是一个函数 可以完成两个功能 一个是读 一个是写 都可以 好 我们后面会学到 其他的这个函数的功能了 好 这是关于这个 这个式样子样子的话 是什么 是设置行间样子吧 它是设置行间样子的啊 好 那么的话 我们还 上海说到 是关于这个 改变这个元素的这个内名 是吧 那么我们说到这几个 是吧 一个是add class 是吧 这个是什么 增加一个内名 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 再加一个内名上去 是不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里面的内名 不能写点吗 不能写点 它只是加个名称上去啊 它不是说要选择 这个类对应的元素 它只是加个这个名称上去 它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加啊 原来的内名还不变 然后在原来的基础上空一个格 然后再加一个这个名字上去 是不是这样的啊 应该这样子了吧 好 这个remove的话 什么意思呢 就是删除这个内名 比如说它里面有这个内名 我就把它给删掉 其他的我不管 我就删掉这个 是吧 比如说它上面有三个 我删掉一个 还剩两个吧 是吧 是这个意思啊 然后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删掉多个吧 删掉多个 比如说同时删掉两个 那么中间的话用空格隔开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的话还有一个什么 Toggle Toggle的话 这个什么呢 这个要用到我们的一个 一个点击式键才行 点击式键的话 它就会自动的帮你切换 自动帮你切换啊 好 那么这是大概是上午 我们说的一些东西啊 那么我们接着往下说啊 接着往下说 接着往下说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关于这个 绑定Click式键 是吧 那么我们的这个原生里面是 OnClick吧 是吧 OnClick就是绑定的啊 那么的话 JQuery它就要少写一点 是吧 它直接写Click 看到没有 是不是要少写一点的啊 不用写On了 是吧 直接写Click啊 怎么绑定呢 比如说我选中了这个 这个什么呢 这个元素吧 然后的话什么 Click Click完了之后怎么样呢 就是一个小括号 然后里面放一个什么 这是匿名函数啊 这么写啊 然后把要做的事情什么 写在这里面 是不是这样的啊 写在这里面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么这个是绑定Click事件 然后来看一下这个 Taggleclass是什么意思啊 Taggleclass 好 好 009 这个是 绑定 绑定Click Click事件 好 这里的话 我们来两个元素吧 比如说一个元素是 啊 拿一个按钮是吧 Input 然后Tag等于BUTTON 这是一个按钮吧 好 这个Value等于什么呢 这个是切换啊 比如说切换 切换样式啊 切换 切换样式 好 这样的一个按钮是吧 接着的话 拿一个这个盒子吧 比如说拿一个box是吧 box啊 好 box的话 那么这样一个DIV是吧 比如说这是DIV啊 DIV元素 好 那么的话 这个的话我也啊 啊 不给它ID了 那么不给它ID 用class可以获取它吧 是吧 好 这个的话可以写个ID啊 比如说这个ID等于什么呢 这个是ID等于BTN 是吧 好 这样的两个元素啊 元素写完之后 我们来写这个GS啊 好 先把这个JQuery引进来 是吧 SR11等于这个 JS里面的这个JQuery啊 好 引进来之后 然后另外再写个Square标签吧 啊 不要在这个Square标签里面写啊 另外再写个Square标签 然后在这里面呢 写它的什么呢 这个GS代码啊 好 那么的话 呃 我们来先 先什么呢 先要获取它们吧 获取它们一样的怎么样 一样的吧 我们先的什么 写ready吧 是吧 或者写window on load 是吧 ready的话就是什么 多了 一个括号 翻个选 是吧 翻个选啊 然后一个小括号 一个花括号 是这样的 先把这个写完 写完之后 然后把它敲开 是这样的 这个就避免出错了啊 然后在这里面怎么样呢 在这里面写我们的这个 这个GS语句啊 就是说这个 ready之后要做的事情 是吧 首先的话 我们怎么样呢 可以选中这个 这个什么呢 这个按钮吧 是吧 选中这个按钮啊 好 选中这个按钮 那么我可以先用一个变量把这个按钮存起来 是吧 如果说我这个地方我只用一次 我可以什么 不存 我直接写它 直接选中它 然后怎么样呢 再做事情吧 也可以吧 是吧 直接选中它 直接选中它 那么就是多了什么呢 这个 啊 警号吧 记得要写警号啊 这个是什么呢 BTN吧 是吧 那么这个跟我们的 Document的 Get an Element by ID不一样 那个的时候就不写警号 是吧 这边记得要写警号 因为我们是跟样式一样的 是吧 样式里面是不是要写警号啊 记得啊 所以说我们这边写警号啊 好 有时候容易出错 有时候忘记写这个警号了啊 好 那么的话 它绑定这个click时间怎么写呢 就是点click 是吧 记得这个地方不是onclick 就是click 是吧 好 click完了之后 然后打一个 用一个小货号 是吧 小货号里面 然后再怎么写呢 里面再写一个匿名函数 function 是吧 跟我们那个多的什么方形一样的 是吧 然后再写一个小货号 再写一个花货号 是不是这样的 把它撬开 是吧 再在这里面写啊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点击之后 我这里面要干嘛 是不是这样的 要干嘛啊 就是绑定一个匿名函数 这个里面是个匿名函数 匿名函数里面写 你要做什么 是吧 好 我要做什么呢 我要把它的样式换一下 是吧 样式换一下 比如说我再 再拿两个样式吧 比如说这里面写两个样式啊 比如说这个 嗯 好 Tagel Class是这样子 是把它样式 啊 把它样式把它 删除或者是增加 是这样子 是吧 好 比如说我这个Bobos吧 啊 好 这个Bobos的话 宽度假如是 宽度假如是这个 100px啊 好 做大一点嘛 200吧 200px啊 好 高度的话是什么呢 200啊 200px 好 那么的话 呃 来一个比如说这个 背景色是吧 背景色的话 给它来一个什么呢 够的是吧 够的啊 好 这样一个盒子吧 然后假如说我再来一个 比如说这个 COL01 COL吧 COL01吧 01 然后说这个的话是干嘛的呢 COL01吧 COL01啊 然后的话它是把它背景色 设成另外一个颜色 比如说来一个Green是吧 Green啊 这样子 这样子吧 好 那么的话我们来写一个简单的 比如说 我们先把这个样式加上去是吧 加上去啊 加上去啊 用什么呢 用这个什么呢 我们前面说的 Add class吧 Add class是吧 好 Add class的话 那么怎么选中它呢 直接选它就行了 是吧 多了什么 多了这个点Bogs吧 是不是选中它了 点Bogs就选中它了啊 点Bogs然后什么呢 再来一个什么 Add class吧 Add class 然后加一个什么呢 加这个 COL01吧 是不是加上去这个样式啊 像这个样式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 这个写完之后来看一下 这个的话是不是可以做到 是吧 好 这个的话点切换样式是吧 好 点一下是吧 点一下它默认的看一下啊 默认的话它的样式是什么呢 只有这个class的Fox吧 好 我再点一下 是不是加一个样式名了 是吧 好 点切换 是不是加个 加个COL进来了 看见没有 这变得绿的啊 是吧 好 好 我再点一下 没用了 是吧 它还是加 加这个它因为有相同的 它就不加了 是吧 这是还是比较智能的 是吧 它已经有这个了吗 是吧 它就不加了啊 再点是没用了啊 不会再往上加了啊 好 这个是比较智能的 那么的话 现在我想做一个效果 就是说 我想什么呢 点一下就加上去啊 我再点一下怎么样 让这个东西去掉 是这样的啊 去掉 如果说我们 我们按照现在学的啊 按照现在学的这个 这个方法的话怎么办呢 我们是可以判断一下 判断一下 如果说它怎么样呢 它如果有这个class是吧 那么我们就什么 把它去掉是吧 如果它没有这个class 怎么样呢 我们就加上 是不这样的啊 那么就可以判断吧 是吧 判断一下是吧 好 那么的话 是吧 比如说衣服是吧 衣服什么呢 这个多了是吧 多了这个什么呢 报个室 点报个室吧 点报个室啊 有没有一个样式是吧 有没有这个样式 是不是这样的啊 有没有这个样式啊 那么的话 我们目前还没学是吧 如何判断它 有没有这个样式 是否还没学啊 是吧 好 那么的话 实际上是 它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判断的这个东西啊 判断一相当于是什么呢 啊 我们这个地方没有啊 这个地方没有的话 如果说碰到这种情况的话啊 碰到这种情况的话 大家可以查一下手册啊 实际上我们这里没有列出来 是吧 查一下手册 比如说这个 这个里面啊 有些东西我们没列出来啊 比如说这个里面有这个 看一下这个筛选里面有没有 是吧 筛选里面 比如说这个haz 看行不行啊 这个haz啊 haz的话就是 hazul啊 这个是css里面看一下啊 好 应该是这个 看一下选择器里面有没有啊 有一个hazclass啊 hazclass 然后说是 好 那么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还可以搜一下啊 比如说是hazclass 看有没有啊 是不是有这个方法啊 有这个方法啊 有这个方法怎么意思啊 就是检验当前元素 是否还有某特定的类啊 是吧 这样的话可以啊 好 比如说这个hazclass 这个是吧 就判断 是吧 好 那么的话就这么写 是吧 hazclass 然后把名称放进去吧 把名称放进去啊 好 刚才我演示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我们 有些功能如果没有列出来 大家可以去查手册啊 查手册 比如说前面我们说的有些选择器 是不是也没列出来啊 大家可以查手册啊 好 这个地方怎么写呢 它是什么呢 这个是什么hazclass吧 hazclass啊 是这样写啊 好 这个是 这个是 col 是吧 01 是这样的啊 01啊 如果它有这个 有这个class的话 是吧 有这个class的话 那么应该是true吧 是吧 true啊 好 如果是有这个class的话 我就怎么样呢 我就把它的这个class 把它去掉吧 去掉啊 这个应该是什么 removeclass吧 remove 啊 remove m-o-v-e 是吧 remove这个是吧 remove这个 然后else的话怎么样呢 就加吧 加 加这个class 这个add吧 add 是不是这样的啊 add 好 这个写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是吧 这个可不可以是吧 我们刚才查了一个这个功能了啊 然后的话 我们来 试验一下 是吧 试验一下啊 好 刷新一下这个页面是吧 好 我点击这个 点击 是吧 是不是有了 好 再点 是不是没有了 是吧 点击有了是吧 点击没有了啊 这是不是可以啊 这是不是可以啊 这个是来测 它是不是有某一个样式名是吧 没有的话就加上 有的话就去掉啊 好 那么的话 刚刚我们是演示的是什么呢 是通过一个add class来判断的啊 那么实际上的话 我们这个的话可以简化 是吧 简化 简化用哪一个呢 用这个什么呢 用这个什么 tago class吧 用这个tago class就可以啊 这个tago class的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它是自动检测 你如果有这个tago class的话 我就去掉 没有这个的话 我就加上 这样子的 是吧 那么的话 这两句可以简化成一句 是吧 简化成下面的啊 这个 好 简化成下面的啊 简化 在这里吧 好 简化 那么就是什么呢 这个啊 这个多了什么呢 等一下啊 多了这个 然后是什么 这个点的嘛 点报告是吧 然后是什么呢 tago class tago class 什么呢 就是把这个 把这个类名写进去 就行了 是吧 简化成这一句 好 这一句的话 实际上就是完成 上面这个功能 这个tago class怎么样呢 它先去检测一下 有没有 没有的话就加上 有的话把它去掉 是这个功能 再来看一下 好 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刷新一下 是吧 刷新之后 比如说点什么 这是不是加上啊 这是不是去掉啊 加上 去掉 是吧 这是很好用啊 是吧 好 我刚才写了一大堆是吧 那么只用这一句就行了啊 好 刚才写了一大堆 实际上是我们学到了一个什么呢 这个新的判断方法 是吧 如果有地方会会有这个判断的话 有时候会用上吧 啊 会用上啊 会用上这个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tago class 以及什么呢 我们的click事件吧 啊 绑定click事件啊 好 这个是 好 这个是什么呢 绑定是吧 绑定click事件啊 好 绑定click事件 OK 黄瑞 evaluating